我在讲一句话 就不打招呼了 红砖路 卓水溪骑石 南投县积极历史商圈 毕竟921大地震损毁重建后 由在地商圈观光发展协会发起规划 结合在地风情与历史 推出文史半入游行城 吸引不少喜爱极其文化的游客 报名参加 921我也是住南投 所以这边其实它之后 重建我也都一直来 这次经验对我来讲是 非常非常的稀奇 我可以了解到 其一体本身 它的历史结构 还有它的与历史渊源 所以我认为非常非常很好 颠覆以往对于商圈的认识 这里除了景点与美食之外 各是培养亲子情感的好地方 那其实在我们四月之后呢 我们还会推出 属于亲子课的自行车导览 那会加入很多 让小朋友学习日常技能 然后了解在地的故事的互动体验 丰富的在地文化 与浓厚的历史人文特色 极其商圈经过会整结合后 成为一条穿越三百年的时空廊道 邀请同样喜欢极其的你 一块来参加 这位是台北南投 综合报导